大家好!我是陈老师!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!今天我们来谈到大家期盼已久的推背图系列的第八集!开始之前,请新朋友务必按下订阅!老朋友务必按下赞!这样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,您才能获得通知哦!好!我们的推背图啊!一集接着一集,讲的是历史的兴衰!讲的是 次政权的轮替!讲的是世界的变迁!讲的是岁月的推移!我们前面的七集,从第一集的推背图简介,到清朝的灭亡!民国与中共的互相的更迭!然后到了核战以及历史的消亡!一幕又一幕!一年又一年!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新的纪元的诞生!一个全新的世界!也就是说今天要讲到的这集推 推背图!都是在看着所有观众!包含老师!我们都已经化为历史的尘埃了!到那个时候!或许我们的孙子辈!或是孙子的孙子!都已经垂垂老矣了!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的!或许会有一部新的小说!讲述着核战的前因与后果! 把这一段历史再度的记载下来!成为了消遣的戏文!也就像赤壁妇里面说的一样!强乳灰飞湮灭!古镜多少是禁赴笑谈宗啊!好!随了第七集的变化!第八集开始!世界的纪年!已经不再是西元!现在要如何去定义时间!已经发生了一点困难!其实推背图!以金丽塔碑文中!也几乎没有去考虑纪年这个问题! 这些预言!都是把大事迹记录下来!然后向后人揭示着这一切的变化与世界!我们现在看到推背图第四四项!是谈到什么呢?他的一金牌卦是!丁卫!砍下!离上!他的一金卦是!水火未寄卦!他的称约是!日月!礼天!群应!色伏!百灵来朝! 双羽四足!他的宋文的宋约是!而今中国有圣人!虽非豪杰!也周成!适宜从矣!称天子!匹吉太来!九国春!在这个项中!清朝的金圣探先生的批文是!此项乃圣人附身!适宜来朝之兆!一大之言!我们先从这一项里面的宋文,来分析这个 时代吧!从宋文里面,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,在这个项里面,说的就是新世纪的诞生!各位要注意这里说的,里面所提到的圣人!这个圣人!很多人一直不断的来问老师,这世界上的圣人,什么时候会出来?什么时候会让世界,至少亚洲能获得和平?在这一项中,已经出现了端倪!不过,以老师不断的比对,破译! 这里面的圣人,可能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了!在这个时候的中国,有可能主导政治的,不再是人类!而是通盘管理的人工智能!人类把需求跟想法,提交了这个人工智能!这要人工智能,负责分配与任务的执行!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?因为从推背图中所谈到的,就是这个圣人!他不是 豪杰!但是也能够周成!然后适宜这个字,基本上在推背图的逻辑中,会比较认为的是,在中国以外的政权或是国家!在推背图这个大中国思想的预言称文里面,这个一字就是称呼外族或是外来政权的统称!而这个像里面说的,适宜从义天子!意思就是大家看待这个中国的 中央指挥,已经从人类为核心,改为无私的人工智能,作为核心!人类可能成为议会的总和,把结论交给了人工智能去执行!人工智能!没有党派!没有颜色!没有歧视!没有差别待遇!而且执行任务上是绝对的高效能!更不会有所谓的人情世故!贪污舞弊的情势发生!这样的 中央政权的执行与完美落实的领导!是属于单一性的结构!也就是独一性的,人工智能来做判断!那也没有可能也是这么的说!他是新时代的天子呢?知能用人,以一人治天下!这样的从义为天子!或许也没有这么突兀了!而且那个时候的世界,按照现在的眼镜,网络的速度已经 非现在的技术,可以想象!那也如果也就是说,全世界或是整个中国,都有网络来进行各项的建设的操作!以及农业管理的复苏!甚至是消毒整个环境!那这个时代,也一点也不夸张了!这个时候的人类,仅代表人类的意志!而实际执政的,却是由人工智能引导!在过去核战后的世界,百废待举!所以让人工智能力! 能以最大效率,来管理复苏与整建!环境的针顿与消毒!那无疑是最好的做法!所以这一项,他的结尾就是!笔基泰来!九国春!那代表就是中国的重建速度!非常的快!所谓九国春!以此项来看,就可能短时间内的九倍成长!或是连续九年的快速复苏! 春的意境!就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!接下来,我们来回头看看他原本的称言!日月立天!群英色伏!百灵乃朝!双羽四足!这里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!日月立天!群英色伏!这个日月立天!老师认为!他可能是系统的名称!或是他能源!或是他的运算的模式! 或是他中央设备的外形!藉由他的高智能处理各项事物的方式!来让这个纷纷扰扰的政局!不得不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下低头!为什么呢?大战之后!百叶凋毙!这时候的政争!没有人可以把握全面的胜利!最终输的一方!当然!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!但是赢的一方!也不可能毫把无伤!与其弄个玉石济坟!不如交给任何人都无法操纵的人工智能! 来得妥当!而更可能的就是什么呢?这个人工智能!已经越过了人类的管辖范围!掌握了军事的力量!而让这些争夺名利的政客!不得不举手投降!屈从与服从人工智能的领导!而比较争议的就是!百灵来朝!双语四足了!为什么呢?因为这里面老师一路迫育下去的时候!或许这个时候!外星生命!已经开始 与地球做正式的接触了!百灵这个意思!会比较偏向于非人类的意思!为什么呢?对于推背图的边转与时空的背景!唐朝啊!他是一个对各种观念,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!而灵这样子的用词概念!通常是比较用于三界或是鬼神的用词!而百灵来朝!有可能是外星生命的来到!然后总体的接触! 与对应的窗口!就是这个人工智能!而这时候的百灵来朝!是不是外星势力的接触呢?其实老师是一直反复!他最思考他最后一个字!一句!叫做双语四足!所推测出来的!什么是双语四足呢?各位!记得一个很神秘的案件吗?纳斯卡县与麦田圈!其中!里面有两幅大地画的图案!就很类似这样的 形容!如果这些大地画就是实际的飞行器!或是外星种族的模样!那也真的不奇怪!但是如果不是外星势力的介入!那百灵来朝!会是什么样的意思呢?就可能是人工智能统一了中国!或是亚洲境内所有的网络!让所有其他的人工智能都服从在这个最终的主系统! 所以也可以称作是百灵来朝!而双语四足!可能是他们主要的中央都市的建设!或是他的系统标志!或是原本制作他的公司!他们的Logo!但是无论如何!中国都将在此时进入了一个繁华!而且复数!至少名声无虞的美好时代!以上就是老师以推背途中的称言与颂言来解出的历史进展! 但是只靠这样就可以断定老师讲的方向是正确的吗?不一定!所以老师必须找出佐证!如果只有老师解出的推背图是这样的走向!而没有其他的文献支持的时候!那老师这个解法方向也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了!所以老师同时去考究了我们什么?精灵塔碑文!来看看!以精灵塔碑文的历史观! 能不能得到佐证!在记上一段,精灵塔碑文对应到了中国政局的更迭!现在的精灵塔碑文走到了这一段!头身脚!眼神光!庶民不用慌!国欲兴隆!时日道!适时种下!太平凉!解到这一段的历史预言!那跟老师的推背图就有一点合拍了!怎么说呢?所谓的头身脚! 眼神光!庶民不用慌!使的可能就是人工智能!这个时候所提到的庶民不用慌!为什么呢?因为人工智能掌握了政局!是为了消灭纷纷扰扰的政争!政客之间的拼斗!而使用人工智能管辖下的军事力!这个头身脚!研发光!可能就是由人工智能所率领的机器人的军事部队!或是其他的军事装置! 迫使这些人类放弃了主要的执政的权利!把权利跟执政的权利都将交给这个人工智能来执行!而对应到推背图!人类可能就回到了议会!用于表达人类的意志与意见!但总体来说!统治权就可能完全以人工智能为主!庶民不用慌!因为他就是为了官吏庶民来的!也正因为如此! 透过人工智能!无私!而且高效率的管理之下!国欲兴隆!十字道!释下!种下太平良!也就不难理解了!我们时间吧!现在回到现代!老师录影的时间!就是7月2019年的7月7日!在这个时间点中!中美贸易战的战歇!以及一触即发的美国与中东的战争!还有中美之间的科技战!日间的白热化! 5G的铺设!与网路技术的革新!也将会在未来,逐渐的铺上这个轨道!难以言语的变化!有人曾经这样跟老师讲!如果未来被你破解了!那时间轴就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!而老师所做的预言也不会发生!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思考空间的理论或是看法!但是以目前的情势来看!无论推背图到底是 唐代版!还是清初版!或是清中叶的时代版!都有许多的先进贤达!都破译过这个推背图!很多部分!例如金圣探先生!都约略的预测到!后来要发生的历史走向!老师!绝对不是第一个尝试破解!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破解他的人!但是这些同好或是贤达!不断的破译下!历史到目前为止!还是似乎在这些趁严的规模上! 规律之中!没有太大的改变!老师认为!以人类这样的思想逻辑以及各种欲望的产生!都会让四地世界的历史!不断的往战争的路上走去!然后不断的毁灭自己啊!各位!在这个已有46亿年岁月的地球上!您真的认为!只有这五千多年才开始有人类吗?这五千多年才会有人类的文明吗? 这几百年才有所谓的高科技吗?这几十年才诞生的网路吗?这几年才有的手机通讯吗?慢慢时空!朗朗乾坤!我们知道的太少!但是我们想要的太多!或许当我们把生命的层次提高到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!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!一个全新的宇宙面貌!但这我们继续探险! 下一项推背图!我们要讲到了新一轮的世界动荡!请新朋友务必按下订阅!老朋友务必按下赞!下方有老师的推荐视频列表!也欢迎新朋友浏览!老朋友回顾!若您愿意赞助本频道!下方也有赞助方式!若是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!这里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!我是陈老师!我们下次见!